香港旺角昨天发生了千人冲突 甚至有战中人士被姿势分子给打到头破血流 而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战中跟反战中的两派人士持续在街头僵持开骂 场面相当火爆 战中和反战中两派人马群情激愤 在旺角街头不断怒骂持续对立 好端端的帐篷被拆解到只剩骨架 双方依然不肯放手 你们做了我们一个礼拜 我们要银食 银人要银食 你们父母要上班 你们父母要收入 你们家庭要收入 将会制约你们的生活指数 你们会后悔 真民之世界是没有真民主的 没有真民主的 我告诉你们听 美国有一句话叫做 战中抗争引发部分居民反弹 而警方逮捕的姿势分子 更传出有黑帮背景 前一晚甚至有抗争民众被追打到头破血流 望角冲突已经造成百人受伤 脸书上动员走路供一天350元港币的po文 在网路上流传开来 而港星黄秋生更po文痛骂港警 纵容黑道闹事 说香港人会记得10月3号这天的 街头抗争演变成街头暴力 学联学民思潮等三大团体 会在晚间8点 金钟下雀道举行全民反暴和平抗争集会 谴责暴力 也希望外界的焦点可以回归到诉求主体 右电TV由昌华蓝雍森 萧炳仪香港报道